大家好,我是再忙也要自己做饭吃嘞 前次给大家介绍了中国淮安菜文化博物馆的门口 已经说了好几分钟,后面关于参观这家博物馆的感受 发现如果要细说,每个时机说不完 想想还要跟大家分享好多淮安美食呢 那就挑重点,只在这里提一下吧 一个博物馆,不管是全国性还是地方性 藏品的分量是决定这个博物馆咖位的基本条件 就问你有没有镇馆之宝 很明显,淮安的这家华阳菜博物馆 并没有能证明自己是华阳菜发源地的真正文物 里面展出例如战国和汉代的文物 瞧着很不真,看介绍也没有出土地址 这种文物并没有什么用 看百度百科介绍,管理最早的藏品是民国的石盒 就是离华阳菜的起源很晚很晚的意思 单靠深光电展示是撑不起一家博物馆的 单靠些房品堆砌的古风界面也是撑不起一家博物馆的 这最多叫做展览馆 博物馆分了几个区域,动线不是很舒服 可能是想营造空间很大的感觉 走起来有点别扭 印象中比较有意思的是万字结构的炉灶 不知道这么设计是不是为了在有限的空间内展示更多的灶摊 我就好奇每一个折角只有一个炉塘 那么上面每个灶眼的火力是不一样的 离柴或最近的灶可能是用来炒菜 最远的肯定是用来慢煮 谁知道 还有一个比较形象的 是青江沿岸的模型展示 沿着青江既有繁忙来往的草运船只 也有热闹非凡的各种街市 虽然谈不上精致 但是比较有烟火气 可以让人想象当年河下谷镇繁华时期的景象 不过这种光景到了19世纪末就结束了 其余的部分 最突出的问题中有曝光和翻译 展厅里有很多淮阳菜的仿真模型 和介绍淮阳菜历史或者名菜的看板 按理说是不错的展示 可这家博物馆的照明似乎不是专业团队设计的 或者说是舍不得用电 导致很多模型阴影明显 影响呈现效果 对食物来说 色 意 形的展示都离不开好灯光 至于说翻译 我看的都要抠出个文楼了 按照如今翻译软件的水平 都不至于把菜名翻成这个样子 例如是把炒鲜鱼翻译成炸鰻鱼 Fried eel 把开阳蒲菜翻译成Open Sea Vegetables 把青工肉圆翻译成Pork Round 没几个对的 淮安不缺人才罢 都上了联合国的年代 虽然博物馆把南川北马 作为华安重要性的卖点 但是这与淮安菜的诞生之间 并不能建立起紧密的连结 重要交通枢纽并不是食物好吃的必要条件 明清的华安作为草原的关键节制所在 同时吸引了不少延商入住 但是比起扬州 规模还是渐小的 他们对华安食物的具体影响 博物馆缺乏实质性的交代 在古代能让一个地方出现名菜 既要有丰富的物产 也要有懂美食的官幻和有钱的文润 为什么 因为他们的宅子里有手艺高超的家厨 他们光顾的饭馆会千方百计设计 他们喜欢的菜式 提高料理的水准 甚至他们自己高兴了也会下厨烹制菜肴 可你瞧瞧博物馆展示的迪庄城市 延商的用餐前景 让人难以直视 迪庄的主人容貌猥琐 标上坐着几位弹唱陪笑的女子 桌上是和鲜肉圆狮子头什么的 旁边的老爷看着一位不知道是谁的小女子作画 瞧着可不像夫妻 又跟那桌挨在一起 难不成也来自青楼的 我就想问 好好地华安菜不能用别的场景来表达吗 迪庄的主人是徽商 奢靡就是边上多了几位小姐姐 不得在菜上下功夫 得又说骂了 关于这个博物馆以及华安菜的那些事 还是说不完 等我下一期吧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关注我并且一键三连 等我更新哦